来到大埔运动场 和大家看另一场第十周的港超联赛事 和夫大埔主场对着梦想FC 和夫大埔这边五个星期没有正式比赛 而梦想FC上轮联赛才输给李文 当然不希望联赛两年败 先发力的是他们 林铅廷在禁区转个靓身 第二波射入 21分钟的时间都为梦想领先1比0 不过之后袁振兴的手楼弹 加上艾华道的头锤 可以说是一盘冷水 是潑色梦想的热情 27分钟就追平了 去到其后 可以说乌龙球真是非常难救 这球都被谢苟荣扣倒 阻止了队长沉伟豪摆了乌龙 不过其后 伟豪又因为受伤的离场 由丽浩熙入体 顶替他的位置 说到上次交手有入球 除了艾华道之外 还有雷斯 一个头场回敬对手 在上半场保时的阶段 帮球队一球领先优势 带入更衣室 大埔上半季 最高峰有起码七位球员受伤 包括伊高沙托尼、李嘉耀 幸好他们这场的赶球复出 可以后备登场加强攻力 这球球在换人调动之后 真的看到成效了 因为梦想都不知道看得到谁 大家都在前面 迪亚高接应队友的二拳 在禁区中斜身射入 66分钟的时间 为大埔再次攀平 追成2比2 之后入球再次出现 都是大埔 李嘉耀 接应来自左路的传送 帮球队反超前3比2也可以挖 今季真是第一次登场 就能够入球 说到商业复出 梦想都有祖亚昆 这球直线放给雷斯 但拆角度的射门 帮不到梦想攀平 最后和赴大埔 也有一个扩大比数的机会 黄威放过直线 给伊高沙托来跑 但这个单刀球 邪嘉耀最终是救到 结果赛果亦不变 大埔3比2击败梦想 升上第三位 而经过一个月的休养期之后 大埔上半季受伤的球员 部分开始复出 去年坚sir也希望一群球员 可以透过比赛去重拾状态 事实上我们很多球员相助 多了时间 不过问题就是 比赛状态真的差一点 你现在虽然进了球员 但他的状态是未成功的 不过在我的想法里 始终都要第一场给他出 希望慢慢慢慢慢慢 去落分之前的状态 经历过断十字印带的重创 养伤七个月之后 复出的大埔球员李嘉耀 都向我们分享了 这段时间的心努力情 其实自己都很难捱 因为你在旁边 只能看到队友练习 自己只能在旁边 做一些力量训练 还有到比赛 自己只能在看台上 看自己队友为球队 自己又不可以尽量分离 心情很辛苦 其实那一刻都很空白 那一球一来就没想到 就要锁住脚 去做好那个迷茫 自己就可以把他转发入球 很开心 看看其余第十周港超联的赛果 除了结智8比1大胜东方龙斯之外 扰引富力和李文都在主场 击败了对手 全取三分 而香港飞马就以2比2 迫和灌中南区